你想成为奥特曼吗? 你愿意承担那份力量背后的责任吗? 大家好,我是阿泽 本期是《阔别已久》的《奥特一模论》系列 请带小朋友观看的粉丝先行收藏 等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选择观看 咱们首先回到开头的话题 在如今的光之国 以超人阿光为首的一众蓝族科学家 发明了杰德生化器和泽塔生化器 等短时间内提升力量的道具 包括奥王给出的奥特融合手朵之类的合体道具 也能让奥特曼们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但在奥特曼的世界观中唯物的力量始终是小于唯心的力量的 而唯心力量又分为奥奥羁绊和人奥羁绊 远古曾在孟比优斯凤凰和无限谁更厉害的问题上直接点名 人奥羁绊大于奥羁绊 所以目前来说奥特曼想要凭借科技等手段 达到人奥羁绊的水准还是有很多年的 大家都知道啊,神似是一个级别 但拥有了人类之光的闪耀迪迦 曾在射地中和诺亚必价齐驱 被称作光的最大化 科技达到这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乎人类的信仰和羁绊 对于奥特曼来说就至关重要 我们人类能看出来的事情 难道西卡丽那帮科学家会看不出来? 看似奥特曼在地球保护人类 实则奥特曼在地球的行为 只是为了让自身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信仰 在几十年前的招和时期 那时候的光智王还没有这么多提升力量的道具 奥特曼们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力量 就只有通过维心力量的加持 而想要与地球人建立起那么一个维心关系 自己又不能以超人的姿态 长时间在地球活动 这时就需要一个中间人的介入 人间体的价值便在这体现了出来 举个例子 在漫威世界观下 有一个叫毒液的外星生物 被它寄生的宿主 往往都能获得超人般的能力 可同时 它会放大宿主体内的负面情绪 从而在精神层面上达到控制宿主的目的 当宿主反应过来时 往往为时一万 最终沦为了毒液的奥特曼 与人间体的关系亦是如此 即与人类超人力量的同时 又能以人类的身份 加上各种各样的维心buff 如果单纯只是一心同体的话 好像对人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怕就可怕在 奥特曼和毒液一样 会潜移默化改变人间体的性质 使得人间体几乎丧失了所有人类的情感 最终沦为奥特曼获得维心力量的工具 最简型的例子就是早田 在科特队中 早田几乎很少会主动开怀大笑 而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 则是奥特曼强行占据了早田的精神和肉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下面这个片段就知道了 换言之 早田的意识已经死在了 龙森湖的那个晚上 如果不是在左飞带来的两条生命 早田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 而在初代接管早田身体的这段时间内 也没少干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以此获取人类的维心力量 在第23集中 科特队被迫要与人类曾经的英雄贾米拉战斗 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中 一出更是大喊我不干了 可这时的早田 不 应该说是初代奥特曼 已经做出了消灭加米拉的决定 当时科特队已经知道了加米拉的弱点 想要消灭加米拉可谓是易如反掌 可奥特曼还是出现了 并用一发奥特水流杀死了人类曾经的英雄 按理说奥特曼不应该干涉人类的内务 可他还是选择插手 他则觉得奥特曼之所以出手 无非就是为了增加地球人对奥特曼的维心力量 因为对大多数地球人来说 加米拉只是一只来自于宇宙的怪兽罢了 大家只会认为是奥特曼的出现保护了他们 科特队的纠结对于全体人类的信仰来说 太微不足道了 而对于奥特曼来说 得到人类的维心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消灭一两个文官紧要的人 他真的不在乎 再比如在第22集中 曾经地球的原住民地底人来袭 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冰河时期而来到地底生存 虽然剧中并未透露地底人为什么要攻击地面 但咱们从同一世界关系的爱迪的故事便可窥知一二 原来地底人是因为不断开采地下资源 导致地底倾斜底层下线 这才不得已想要重返地面 可得知真相的奥特曼还是选择帮助了人类 出在这样的做法 说到底还是对维心力量的贪婪 如果地底人真的返回地面 那么人类必然会对奥特曼有所怨言 即使地底人因为此次的救助选择信仰奥特曼 但与从人类那边缺失的信仰来看 还是少了不少的 初代所能汲取的维心力量也会大幅度降低 所以初代不想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消灭地底人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 说到底地底人输在了人口上 正如赛文中的浓马尔特人 海底人也是一个道理 在赛文得知浓马尔特人才是地球的原住民的时候 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帮助人类这个侵略者 消灭了原住民浓马尔特人 杰克在这个论点中的证据其实是最多的 香受到太多的迫害了 早在第二集 杰克就狠狠地给香上了一课 那时的香刚刚与杰克一心同体 即使是人类状态下 他的身体素质也比正常人强出了不少 也正是这份力量使香变得越来越自负 很快拉贡在海里出现 但此时的香丧失了变身能力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不过在阿泽看来 这次的变身失败可不仅仅是为了惩治香这么简单 此时的杰克刚刚来到地球 还没有与人类搭建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拉贡恰好在海底 周围完全没有目击者 既然看不到 那必然不会有人对奥特曼心存感激 没有人的话 奥特曼也无法吸取违心力量 所以说此刻变身对杰克来说吃力不讨好 后续的发展也渐渐佐证了阿泽的观点 看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问了 就算是真的为了违心力量 可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呀 那阿泽只能说你太单纯了 看过阿泽前几期阴谋论的朋友都知道 光之国对于权力的内斗可谓是十分残酷的 没有点真本是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前面我们说到奥特曼为了违心力量 可以杀死无关紧要的人 而在杰克中 他甚至可以见死不救 在第34集中 香的发小 水野一手创造了怪兽雷奥供 可雷奥供的成长速度惊人 很快便长成了几十米高的巨兽 而这也引起了麦特队的注意 看到自己的毕生心血即将被摧毁之地 水野犹豫了 他选择与雷奥供生死 作为发小的香一直在哭歉水野 可却于事无补 最终水野被怪兽杀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呼喊水野的过程中 香一直都是人类姿态 并未变身杰克 难道是香不想救人吗 当然不是 水野作为香的发小 于情于理香都不希望他死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杰克不愿意出面 因为此时的水野一心赋死 即使救下他 他也不会对杰克心存感激 甚至可能因此埋怨杰克 对于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奥特曼是绝对不会去管他的死活的 而也正是从正式开始 香发现了 奥特曼为了得到维新力量 一两条人命是完全不在乎的 如果不趁早摆脱 自己早晚也会成为奥特曼的傀儡 不过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在第37集中 纳克尔新人杀害了香 作为人类唯一的牵挂板田兄妹 愤怒的香 企图通过跳楼威胁杰克变身 因为他知道 此时的他浑身上下充满了仇恨 并不是杰克所希望看到的样子 如果不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 杰克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于是他纵身一愿 化作杰克赶到了战场 不过此时香的内心 正如海浪般狂笑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杰克的发挥 面对布莱克王和纳克尔新人的双重夹击 杰克最终败在了夕阳之下 阿兹觉得 与杰克一起战败的 还有香的意志 支撑香保持人类意识的最后一根稻草 便是板田兄妹 如今这两人已经被纳克尔新人杀害 此时杰克的意识 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最终 而杰克带着香的躯体回到了光之谷 以上就是阿泽对奥特曼来地球真实目的的主观看法 究竟是恩赐还是杰奈 我相信大伙心中自有技术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